所以部长呢 我到澳洲去访问 这是真是偶然的一个机会 跟他碰到了 我在昆斯兰奖金 在布里斯班 他到里面去开会 那有一个同学的时候 把他拉到我论来看我 那当时我送他一套大赞金 以后赞金他送在国会图书馆 现在放在国会图书馆 那么他就很希望 我能够到澳洲去 当然也是帮助他们 团结这个宗教族群 他们觉得这个很有必要 因为澳洲近几年的政策 他是因为人口太少 他希望的时候 能在十年之内移民两千万 吸收外面移民两千万 那两千万就等于说 他人口的一倍 他现在就有两千万了 在十年吸收这么多 我曾经跟他们公民部的部长 他给我提出这个问题 我就给他讲 这么多人来了 等于说澳洲人口增加一倍了 我说你们有没有想到 这来自不同的国家 这个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信仰 跟原来的这个居民 怎么相处 他说是想到这个问题 我说我有一个方法 可以帮助你 什么方法 我说你可以利用 学校的设施 在学校放假的时候 你小社都是空的 颁奖族 连居民新移民 一起都可以了上库 教什么 就是教怎么相处 他说这个是个好主意 确实 你教 什么都是教出来的 你看你怎么教法了 所以他们非常欢迎 那么这个布达 对我是非常优待 所以我去的时候 他是给我一个特别的签证 我也不懂是什么特别法 结果人家看到 我拿这个签证 是在香港办的 是香港这个领寺 澳洲住香港的领寺 这个签证拿下来 办得很快 还有部长打电话给他 他也不晓得我是什么人 他那时候很气愤 他说你们这来头这么大 怎么找到我顶头上 是不是 以后我跟他人家说不是的 我们完全不会找他 是他老人家的好意 才了解 才了解 你是这个和尚的和尚大使 和谐大使 那么这个签证好像就是 这个国家尖端人才 你看我已经70岁了 确实是人才 对对对是 心悟了 他说怎么会有这种签证 所以到澳洲呢 就是也很礼遇 你说我们在澳洲做所有一切活动 国家都很协助 这是 到了边去之后 我们就想在那里建一个导厂 所以埋土地 都非常方便 这个等于说 我们可以享受澳洲公民的权益 有时候还有一些义务 还可以不要进 就是这么一个姻缘 都是新加坡团结 九大宗教产生的影响